大家好,经常有花油在养护茶花的过程中 因为用肥不当而导致茶花产生肥害 一般茶花肥害比较严重呢 我们就要给它拖盆修根处理了 如果不怎么严重比较轻微的肥害 那么我们可以不用拖盆 直接圆盆也是可以处理的 那么怎么处理呢 大家看我这一盆呢 就是因为用肥不当而导致产生了肥害 那么产生肥害呢 因为它这个叶片胶间的部位已经很久了 一直没有恶化就说明了它不太严重 首先第一步处呢 就是先把这些胶枯的部位呢 先把它剪掉 第二步呢 就是把这个盆土里面多余的一些肥呀 全部把它铲除 不管是有机肥还是无机肥 一定要全部清除干净 第三步呢 就是给它盆土大量充水 而且一定要用力猛一点 把它盆土里面多余的肥呀 全部给它冲下去 这样呢 慢慢呢 它这个盆土里面多余的养分呢 就会被冲洗掉 冲干净盆土里面多余的养分之后呢 我们第四步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通风环境比较好 然后呢 比较阴凉的地方 让盆土能够尽快的干燥 等到盆土干燥了之后呢 我们后期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浇一次这个生根水 那么我用生根水的就是用这个引钉耐乙酸 这个引钉耐乙酸呢 它里面呢 是含有这个引朵钉酸和耐乙酸两种成分 为什么要给它用这个生根粉呢 因为这个长化之前肥害已经有这个烧根的风险 那么这个根性呢 其实是比较弱的 我们这个时候主要还是要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所以就可以用上这个引钉耐乙酸 虚实一千倍 然后给它灌根 使用一次就足够了 等到它长出新根 开始慢慢恢复正常的生长了 那么我们再慢慢恢复正常的养护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